前不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 大约50位准新娘身穿婚纱 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准新娘赛跑 长长的婚纱在婚礼上优雅漂亮 可是上了赛场就累赘无比了 只好采取点临时措施 参赛选手可以选择高跟鞋或球鞋 看来大家都做了同样的选择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姑娘们 头一个到达终点的是桑尼亚七格加 150米的距离她只用了19秒 应该算是运动健将级了吧 维斯纳落了个倒数第二 不过这不影响她跟准新郎开玩笑 我是打算跑第一的 我的新郎在终点等着我 可我没赢 要不然取消今年的婚礼 我想尝试点新鲜花样 正好有这个活动 为什么不参加呢 优胜者只有一个 但没有人感到失望 能参加这么有趣的活动 谁在乎输赢呢 我会想尝试点新鲜花样 我会想尝试点新鲜花样